老师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IC设计股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一波IC设计股 非常非常的强 联发科已经创了波段新高 那最近呢 外资在喊联发科的目标价是1000块钱 然后联友呢 事实上联友表现也还不错 光是上个礼拜 单单一周就涨了一成多 联友礼拜二要开法说会 所以礼拜一也是呈现大涨的格局 请老师帮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IC设计股 这一波这么强 主要还是因为 当然就是说 目前市场上也看到了 手机的库存好像去化的蛮顺利了 那技术面是不是有机会再续强 对因为我 从大概今年1月2号 我就只能在讲 我经常把那个类股 做总整理 那我可能 以后会整理到77类股 我目前已经整理到23类股了 那IC设计跟IP 我都整理过 所以这个IC设计 那理论上IC设计里面 最好就是连华哥 那最近比较强就是连勇 那其余都算了 那这一次涨五最大 台积电3Q瓦收会里面 安国消费性电子涨了四十几% 是最强的 大盘得 它还涨 其实连电集团大家也注意 从器人开始 器人我在整理 买超前五名的金额跟成交量 连电集团第一名就是连电 智源跟星星 那时候智源涨到300多宽 星星的大涨 那今年就换角色了 今年连华哥本来休息 那因为投信持股里面 第二名就是连华哥 所以他们记底作战 那连勇听说有接到大陆的那个单子 这个也不知道 等那个去承接 市场传闻 对传闻 因为我去哪边 很多人都讲这个东西 可是它股价因为三大碗 经常卖 串心高 而且它的EPS 我们等一下看这两张K线图 我把它做完整的基督 你看连华哥 我一直很喜欢这只股票 因为我经常在打连华哥跟连电 它就是 没有台积电 它是台积电的金丝切 因为它是它的上瘾 它只要连跌 连跌有跌停板 大盘就结束 那连掌量 那这一波也是一样 连华哥先拉上来 台积电这几天再跟上 那你看它EPS都不错 这边43块 55块 63块 所以后利不错 那这一波修正完以后 大家外资有时候 他看多看空话 听听就好了 他每次跌的话 就说看不好 那你把它倒过来一做就好了 这是现在串波段高点 他会不会到1000 大家看这个技术图形 那我认为有时候跟大盘有关 所以你看他上次在1215 跌到腰斩 跌到533 他往以后现在做缓弹 你把这一波跌幅 谈0.5 0.618这样算 就是这个跌幅 0.5 0.618这样算 他蛮足的 这是连华哥我对的看法 那再来林勇最近比较强 你看他上来以后 他这次也得算波段高点 而且他获利有没有 37 39 44嘛 也不错 那这一次 三大盘买完以后 他以前的历史新高是655啊 那现在400多嘛 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 今天涨了算凉厉4%左右嘛 所以他最近真的有比较比莲花科来得强 因为你离这个历史高点 你去对照嘛 他相对比较来得强一点 就是目前这一阵子 大盘在掉 他联华哥涨太33 所以这两档都是在IC里面 我那时候在持股里面是好的股票 我把类股有建K线图 我只要用类股玩又 有打这个长期的AK线图 就是我心目中认为好的股票 我才会要这样做 理解其实呢 联勇也是00929 这档人气ETF的重要持股 那00929因为大家都很喜欢 然后月月配 所以呢 其实现在资金对于 这个被动式的买盘 因为00929规模将近千亿了 所以呢对于联勇 看起来好像也形成了 一股强而有力的支撑 最后我想请教老师的是 如果现在手上有点闲钱的人 针对IC设计 老师会比较建议联发科还是联勇 短线应该是这一支 因为你看那个角度 他离那个历史新高快要过 我一般来讲都是看这个啦 有没有他还差一大段嘛 那你看他讲 另外我就看还有看这个 看成交 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量 如果我这个AK线图 里面这边量是历史新高的 都是好股票 那就是说因为你大量换手 所以这个价量这两个 这个是长线的AK线图嘛 你再把它insert 我们日K线图去看一下 所以理论上 你讲我是认为短线 应该是这一支会比较来的强 那拉回来讲 其实呢 这个表格是我参加 一场投资论坛的时候 一位代操的基因经营人提供的 但是似乎也呼应了 杜老师之前在我们节目里头的看法 那目前看起来呢 这位代操的经营人认为呢 台股呢 依旧还是深具投资价值 为什么 因为台股预估明年的获利 成长性大概是22.6% 跟美股跟新市场 跟中国股市比较起来 其实我们成长幅度是蛮高的 那就本益比的区间也还好啊 如果是用明年的获利来看的话 目前台股的本益比区间 大概是9%到 对不起是9倍到10倍之间 所以老师怎么解读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那个艳丁拿出来 我就说如果我再听到 我会说这个基金经营人应该 我去某一家证件公司 东华所谓这个资料应该 稍微有考 参考我的啦 因为跌23% 这个涨22%是当年啦 那如果以今天来讲 这边是23% 我们现在这边大概19% 因为我每隔夜多 而且我们去年的北益比 是9倍到15倍 那现在今年是15倍到19倍 所以没有错 我们去年为什么会跌6000点 因为我们会衰退23% 今年为什么会涨4800点 因为明年会涨 上市公司的获利率会成长19%到22% 港报更高啦 所以我们现在北益比 我们61年来平均扁一比21倍嘛 我们7年跌到9倍 那台积电也9倍嘛 我那时候决定准买台积电就要 所以没有错 那可是我们一定要注意 股票市场是领先二到五个月 所以你现在大盘已经有环弹 我们目前在露营的时间 今年已经大概涨到17% 而且最近这个月已经涨4%左右嘛 上个月一到十月份是涨13%嘛 那这样加起来大概已经涨17% 那我们这四年来大概都是涨23% 7年是跌22% 所以你把它加一个 抓一个平均值 大盘我们这几年来都很奇怪 都是在20%左右 因为我们61年来平均 台湾的大盘是涨21%左右 大概是这个 所以这个没有错 它这个统计资料 因为跟我的 很相同 所以我按三个赞 就是大家互相彼此参考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台股现在还不算太贵 就是老师刚刚有提醒大家的 如果说我们要观察的是 16889这个位置 如果大盘要创历史新高的话 这一关一定要过 对 老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各个次产业 其实明年的成长性状况不太一样 对 今年来讲 大概剩下两个月就够 那明年是成长19% 理论上半导体成长 AI的被动软件的成长 那今年比较高成长的 像说二期的观光摆后 这些大概都会 明年还有一个很离谱的 就是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